这是一款免如的奶酪面包 食材比较普通 制作也比较简单 也算是一款家常版面包 面粉我用了两种 250克的高筋粉和50克的全麦粉 没有全麦粉的 你就用等量的高筋粉来替代 白糖 食用盐 耐高糖酵母 先分开放 再和面粉一起搅拌均匀 220克的水 少量多次的加入 成团后加入一勺食用油 跟面团一起揉匀 不用揉至光滑 静置10分钟 接下来我要摔这款面团 先提起来 甩出去再折回来 这样重复的操作 是帮助面筋反复延伸的一个过程 会使表皮越来越光滑 生活中 我们把握好进退的尺度 很多事情迎刃而解 面团光滑的过程 有同样的道理 面团松弛开始揉 紧张就让它静置 最终只需要简单地揉几下 便会达到光滑的效果 密封冷藏发酵至两倍大 冷藏发酵可以加长 面团发酵的时间 同时也加长了 面筋形成的时间 发酵好的面团 简单地按压排气 再向内折叠 整成圆形 取一个大点的盘子 或者像我一样 直接拿一个料理锅中的浅盘 这个锅的防粘效果很好 我这里抹了一层薄油 是为了底部烤出来的味道更香 密封静置15分钟 让面筋松弛一下 再轻轻地把它按压成 跟容器一样大的圆饼 烤箱中放一碗开水 打开发酵功能 发酵到两倍的厚度 趁发酵的时间 来准备表层的食材 切碎的小葱中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来锁住它的水分 这样烤出来 葱的颜色会更加翠绿 一份芝食碎 一份切成丁的培根肉 最后是两个蛋黄 加入一勺水拌鱼 蛋黄水刷在发酵好的面饼上 中心用芝麻来装饰 戴上手套 用手这样的分割 是整个制作过程中 我最喜欢的一个操作 在分割处填入食材 先芝食碎 再培根肉 葱花 最后再放一层芝食碎 一个完整的生坡就做好了 烤箱预热至180度放进去 烤28分钟左右 不论是烤面包还是饼干 烘烤时间过半时 看一下表层的上色状态 颜色接近于你想要的效果 及时盖细致 防止表层烤糊 薄催5400这款烤箱温差小 上色均匀 因此整个过程中 我没有取出烤盘 对于上色不均匀的烤箱 烘烤时间过半时 取出烤盘 另外叼换一下继续烤 放架子上散烤 放架子上散热 这是拍照完已经放凉的面包 我这样按两下 你可以看到面包体是很松软 这款面包对面团的软硬 以及操作都没有过多的要求 简单 省事 是它的优势 当然 看看这些食材 就知道味道也不负您对它的期望 我是小明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点赞和转发 谢谢 下期我们再见